母親節就快要到了 總統大選也推婦女議題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昨天是宣誓將解決三明治 新世代面對到的種種問題 而努力爭取國民黨提名的 鴻海創辦員郭台銘 昨天晚上則是在高雄奉山 舉辦奏事晚會 有意複製寒流模式爭取出現 母親節前夕 民進黨主席及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參加黨部舉辦的園遊會活動 強調民進黨未來除了會持續 落實性別平等 關注新住民在臺灣的生活 更宣誓將解決三明治新世代 面對的種種問題 就是說孩子的成長 家裡面的所謂的事情 也許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不過也是臺灣未來的事情 這段話可以說穿了 賴清德積極搶光婦女以及青年選票 國民黨則人選未定 新北市長侯友宜近來四度協調 黨內立委初選 被民進黨稱是新一代的喬王 曾經有喬王封號的前立法院長 王金平回應 很高興有人頂替這個封號 強調國民黨提名的都有信心 洪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七號晚間在高雄鳳山舉辦第一場造勢活動 主辦單位表示現場人數超過一萬人 郭台銘全程以臺語發音 有意複製寒流模式 以臺灣阿民創造旋風 爭取出現 記者韓吟張子佳 陳立峰 中建綱綜合報導